大家好,为小林点赞订阅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花爱消息 这个每天真的就是每天了 我们这个节目是全年无休 一年365天基本上都没有落下的 这个节目质量不敢说 但是全勤奖应该是能拿得到了 希望大家给个赞,鼓励支持 这个视频我们来跟进一下习包纸的新年贺电 这个是最快最快的了 就是刚刚日本时间8点半 中国时间7点半才刚刚公布出来 我就稍微看了一下 马上给大家奉上最新鲜 最及时最火爆的分析 这个习包纸的新年贺电 我给他总结一个结论下 这个总体的印象 那就是最新观察到的一个方向 那就习包纸开始全面转向刀口向内 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可能性呢 也是也可以看到很多蛛丝马迹 我们等一下再一一给大家罗列 最大的一个可能性的一个大背景 那就是二十大 这二十大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青年突然间改变了 还有很多蛛丝马迹记的 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习包纸准备一个主要矛盾 主要的一个斗争方向 开始有所转变 外面 我们也可以这么讲 这中国共产党其实有始至终 我们不要忘记他的主要敌人 主要的利益的对立面 永远不是美国帝国主义 过去几十年 1949年到现在 美国亡我之心不死 其实中国共产党没有一天 真正把美国帝国主义当做一个主要的对立面 可以这么讲 朝鲜是不是我就不知道 但是不是真心的 一个国家一个维稳的费用 远远超过于这个军费 你就看他的主要一个对立面在哪里 就这十几亿韭菜 就这十几亿韭菜里面 尤其是不听话的这些韭菜 才是他的真正的敌人 所以很多小粉红五毛 其实都搞错了 他们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真正的敌人是谁 就是那些狗狗什么民主 就是怕里面 或者说有有利益诉求的 形成中产阶级的 脱离了低级巨位 有所政治诉求的 这些主要敌人 而这二十大之后 这个方向还更加明显 从这次新年讲话里面 也可以嗅到这个味道 那么我们再详细来 看看新年贺电 它有两个对象 两个贺电主要推的 中国官媒 一个就是跟俄罗斯普京 互贺新年贺电 这个是一个主要的 另外一个就对全国人民发的了 这次还搞的就是 叫做怎么样呢 这个隆重其事 就前一天 这个才全网发了 说我们将要发表新年贺电 我心里面 你将要发表新年贺电 这个新闻都成了一个重点推送的新闻 所以在墙内 这个细胞主正在打造一个 他想跟毛泽东一样 像那个日本天皇 什么育婴放送 是吧 他一想 就会有天王玉音 他就想 在里面看到 也是把这个普丁丁 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这个也是我们看得到 互贺 只有这个就非常讲究 互贺 放在非常对等 这那种寒情默默 那种暗送秋波 我真的是感受到了 就是他跟普丁那关系 真的是谁跟谁 哥们俩 真的是不断的给普丁 也可以叫做变相站台 各种侧应 真的就是没谁了 你看现在普丁丁可以讲 在全世界是相当鼓励 你就看离他最近 那中亚几个主国 中亚国家 什么哈克萨克斯坦 那跟普丁丁现在没两句 为什么 普丁丁烂透了 你想之前 那普丁的一个广东省GDP没有 那你想现在衰退成这样 全世界制裁成这样 其实俄罗斯你别看他那么大 现在跟中亚国家的那真正的八斤的经济含量 还有个头没差多少 甚至在跟朝鲜没差多少了 你别看他那国土 其实不管肉 说真的 他觉得一大部分都是永久动土 其实俄罗斯的土地含金量低 所以有很多网民分析国际国力的时候 土地里别只看大 大而不当 要看含金量 就像那房子 我们看房子要看实用率 你看像日本这样的整个国家 你别看他不大不小 那整个国家都是靠海 海岸线非常长 而且基本上全部要不就森林 要不就平地 很管用 没有什么沙漠 或者说特别难生存的地方 基本上就没有 整个国家稍微冷一点的 可能就是北海道那边上冷一点 靠近俄罗斯 下面一大串 好得很 所以这自然之源的禀赋 这也是一个方面 所以俄罗斯那是相当糟糕 这个国家 现在打仗也打成卵样了 也基本上就没戏了 这个核弹看他 你看他最终他也不敢用 所以所有独裁国家 他不会来真的 不会针对外面来真的 对外面来真的 也是为了里面维稳 那中国现在就这个时候 也跟俄罗斯 你看哎呀我怎么友谊 进一步加深呢 这些我不用详细念一遍 这个无所谓嘛 念一遍 大家要睡着了 因为这里面我重复他的这些话 没有太大意义 但席保持你看他还是非常自恋 你看这2022年是极不频繁的 一连这句话呢他反复出现 其实这个他可能是指的20大吧 我都不知道 但是他他这个人就相当自恋了 可以这么讲 就是 总是挂在嘴边啊 不断的自我催眠 怎么回事啊 反正就中俄关系啊 始终保持健康的发展势头啊 这个继续合作啊 双方启动啊 中俄体育交流也连啊 再搞些大项目啊 以项目带动啊 所以这 2023年啊 展望未来啊 这个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啊 中俄关系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啊 他这里主要就是停普京 啊 独裁者啊 为抱团取卵啊 普丁丁不能下去 就是对于中共中共来讲 为什么 支持俄罗斯有一个内在逻辑吧 可以这么讲 就那就那就是 让全世界啊 多几个独裁者 总比多一个民主国家好啊 他他就 而且俄罗斯你说大不当也好吧 就毕竟也有这么大 是吧 这个不能打一能看 拿出来看一下啊 就是就是做个样子啊 所以就对于中共来讲 这这也是需要的嘛 反正他 他也是个军事大国嘛 有有几个核弹头 是吧 来来 独裁者就一招啊 就是核弹头 没有其他的了 是吧 保持密切沟通啊 全面合作 OK啊 所以这这挺一下普京这一个方面啊 还有这这这说到习近平的 的一个贺词呢 就是啊 刀口向内了啊 刀口向内了 你看2022年啊 新年前夕啊 通过这个中央广播电台互联网啊 就发表最新的新年贺词 今年新年贺词啊 我可我可以先 我们还是按顺序来按顺序来啊 你看先现在讲一句我在北京啊 为什么要强调一下你在北京什么什么玩意 你这个啊 这个2022年啊 我们还是你看第一句就是什么 第一句还是二十大 所以你看他他脑袋里面装的就是自己登上皇帝 这个他就记住这个其他那都不重要啊 最重要的就是其极不平凡的一年啊 什么什么胜利召开二十大啊 就告诉你们啊 现在谁当皇帝啊 那就全面建设社会现代化 国家中国是现代化推进的伟大复兴啊 这个啊 这些这些就是给屁民们打鸡血啊 你你爱爱被他打就打啊 不爱被他打唠叨 是吧 啊 我国继续保持哎呦 你看这这里面就贴金嘛 你看全面就就是官方历史记忆啊 里面怎么怎么经济崩溃啊 饿死人呢 其实中国 2022年的实现的这个城市饥荒啊 其实就发生大饥荒了 我就是称之为城市饥荒 2022年中国发生了饥荒啊 就就就是这么多地方吃吃不上饭啊 你甭管他我们有粮啊 就是配 我甭管也是配送问题 什么问题 反正你让老百姓饿肚子了啊 习荒只让老百姓饿肚子了 2020年 是吧 啊 那那就是这个啊 然后他说啊 第二这个第二大经济体啊 这些还是拿出来说 我看这个这个他你是没办法超过美国了啊 你只能这一直抱着这个第二经济强国 呃 所以人民币他还是要称啊 他不称住人民币啊 因为这个第几大他算GDP吗 啊他他他可以伪造GDP啊 啊他这个第二大其实是用来骗人的 中国我感觉可能慢慢慢慢他他未必有第二的 但他一个人口也不知道有没有造假 我们合理怀疑他有有可能有造假吗 是吧 里面你比如他这个人口有没有算我 我我就举一个例子的有有没有算算 那那那这么多博主啊 你比如刚刚刚刚刚刚刚离开中国的啊 啊你看很多人有些博主啊去了泰国的 他人口肯定还算他们吗 你看他实际的在我们永远都不回去了 你看我都妈做了这个频道 我就甭想回去了 自己还是有有点自知之明的 是吧啊 所以就这个十四亿人绝对是有水分啊 绝对有水分的啊所以在他他就用来嗯卖广告嘛啊 招商引资就是感觉有有那么点东西 所以一个人民币汇率他也不敢让他跌啊人民币不敢让他跌他就不能大放水 所以有很多网友经常在留言区说说大放水可以解决问题 他就怕把人民币汇率搞崩了 他宁愿让中国老百姓吃点苦 明白吧 啊就就压着他就他就忍着 其实过去这几年 确实都需要放水 但是中国政府都没有强力放水的原因就是想保人民币啊 不放你们就老百姓难过的嘛 那不放就不放嘛 公务员就降薪嘛 是吧 这个你们跟跟党站在一起吧 啊 然后粮食 我全球粮食危机哦 我们十九年峰啊 这个这个继续宣传啊 继续打鸡血 啊全面推荐啊 这个这都是这样啊 要疫情这方面啊 就跟跟我早上分析差不多了 他基本上没没把你们老百姓当回事啊 就 就是说我们这个是绝对正确啊 科学防疫 你们有有没有什么不容易 他懒得讲啊 给给你带过一句每个人都不容易 就是习包子 他说自己也不容易啊 啊就这个意思吧 就一笔带过了啊 这个皇帝说算是开恩了 说一句每个人都不容易啊 已经是 啊 已经是很好了 啊 很够意思了啊 不然呢 他他就说我们干部不容易了 啊 你俩主要就是哎呦基层工作人员 嘿嘿 遇到前所 我也自己制造麻烦啊 然后战胜麻烦 然后就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啊 说到这里就就看到了明显的特征就是他反复提到团结 你看这抗议这里是团结就是胜利 然后展望未来啊 我们也是要团结啊 最后说一年到一万他反复提到团结 啊那那为什么我我就说二十大之后他主要的一个矛盾点开始转向 他主要矛盾点不再是外 你看他他也开始有点转向 呃 比如是最近那个外交部啊 外交部部长啊 不是最近的就这两天好像是今天啊 在正式公布的就是秦刚嘛 秦刚这个人给人感觉就是还是相对柔软一点啊 就是国内还是坚持清零的时候呢 他在美国其实就不戴口罩跟跟美国的很多 呃 写这个这个社区啊 或者说这个官员那就一直不戴口罩 就是进行一些party啊什么的 所以秦刚这个人其实相对不算很硬啊 或者说不不算很战狼 呃 还有一个呃 还有一个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呃 中央政法委啊 啊最近多次讲话啊这个政法委啊长安健讲话呢 呃打击 敌对势力这里都是把境外两个字拿掉 这也是看到这种风向 自从二十大之后 进外敌对势力 开始拿掉 全部是敌对势力 啊这是一个转向来的 我认为就是什么呢 主要矛盾在里面 主要不是外面 主要是要治你们 因为后面啊我们在那个其他的一些分析里面 我们也提到分蛋糕嘛 之前是是在哪个视频啊 说说那个经济会议啊 就是经济会议视频里面做 呃 我有很多要触及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做 比如延迟退休 比如房地产税啊 每一刀下去都是割的老百姓 啊 所以有肯定有人要造反 那有人要造反 所以他2023年吧 起码2023年看到他主要的一个 刀口 那就是向内 因为里面压力会大 因为这这些 我说的啊 一个延迟退休 迫在眉睫 那这些不做也不行啊 所以就这么这么过 大家也也有不确定性啊 有有时候就一下子有有什么转向也不一定 还有一个注意到他里面 你比如这个对于台湾的表述 这个是比较我们比较关心的 海峡两岸一家亲 忠心希望两岸同胞相向而行 携手并鉴 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也没有明确说统一了啊 所以就嗯 给人感觉就就跟我刚才说的 就是外部这些 他可能并不是最急 最迫切 但有有没有 有时候里面搞砸了 就比如这房地产税油 或者说什么什么一搞下去 他把人民群众造反了 到时候他以军管的名义 又借台湾利用 所以这个台湾问题 有时候他可能是内部出问题的时候 的一个借口 这个是这么来理解 当然这个细胞质有时候是神经病 如果他是神经病的 我们说多了都是累 你看明天的中国来源 去团结 静往一处死 心往一处想 还变态的 变态 这十几亿人心往一处想 有可能吗 十几亿人都往一处想 那真是太变态了 这么这么大个国家 他就每个人有自己想法的吗 是吧 然后里面也提了一些江泽民 说江泽民高风靓节 这是对党内也是给个交代吗 跟江泽民家属这边 估计是要留点脸 留点这个脸面 毕竟将来他自己也要去 他也希望按照这个规矩 以后也有人祭奠他 可他可能是这么想 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然后是什么冬奥会 冬残会这些也是给自己贴金 什么航母这些就搞来搞去 也是当做一种官方记忆 然后还有香港 香港真的是还没说 说今年我去了一下香港 香港柔智极心 四分心 香港没事 你中国都还没改革开放 人家这个是 李嘉诚早都是在亚洲首富了 你没你搞那么多事 香港就没回归之前就有钱了 所以这不瞎折腾 所以这个跟了中国大陆 没有好日子过啊 你看那什么长期繁荣稳健 玩独子 玩独子 所以这香港跟了之后 你就尝到这中国共产党的变态了 反正他说的不是你说的那个东西 什么都反过来啊 说的特别噁心 哎呀你反正你受不了了 就跟我一样就润了 就是这样 他就给你说你你生活过得很好 你没有任何问题 其实他把香港搞的乱七八糟 把大陆搞的乱七八糟 然后他他告诉你他妈伟大光正确 你还要感恩 你还要感谢他 偶尔给你制造点灾难 制造完了再解决灾难 然后就从胜利走向胜利 哎这不就是中国共产党呗 对吧 大概是这么个方向吧 哎呀也是 哎呦 又不知道跟大家说了 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 反正就就是 就这样哈 哎呀这个比较勤奋啊 希望大家点个赞 那这个说到这里啊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另外分享 拜拜